本土的案例有10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79例 台湾周二新增10个本土个案 其中一名台北和平医院护理师确诊 让外界相当关注 目前疫调结果 护理师的丈夫与小孩也被确诊 指挥中心表示 因为个案发现及时疫情可控 那是在医院急诊及发烧筛检站的护理师 那有入院动线的导引 那中间查出来有相关有接护过 有两位有确诊的病人 那安排全院员工的裁剪 那现在对急诊的病患 七四人全数裁剪 那都是阴性 所以看起来这个发现的速度算快 那应该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 至于护理师是被哪一位境外移入病患感染 还需要病毒基因定序来确认 另外嘉义喜宴群聚案也扩大 又新增6名确诊者 已经累计16人确诊 担忧婚宴场合病毒容易传播 指挥中心宣布宴席禁止逐桌敬酒 一个吃饭的时候的一个反应的管制 我们要稍微的严格一点 就即日起在宴席中不得逐桌敬酒进场 陈时中表示嘉义喜宴群聚案 目前研判感染源头可能来自退休校长案22137 因为个案染病时间长 疫调范围可能需要扩大 此外周二境外移入个案中 有一例为专案来台参与智慧城市展的外宾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